这个我想前面都讲过的部分 我想回去你还是要自己再稍微动手做一遍 或者是找相关类似的 像这个成绩清除 清除范围好像不对 清除到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改动的话 按右键指定聚期 编辑一下 看哪边有问题 清除的范围到期 所以这个前面同学 就是将来你的范围 如果会变动 你用7就不对了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这边不是有一个吗 那你可以用哪一个储存格 当成是追踪的 也许是B2 那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Range Range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RangeB2 所以以后如果你用Range这个物件的话 反正你就给它一个什么 记得哦 双引号 双引号 也就是说在Range里面 只能放一个字串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回圈里面 用Sales而不用Range 主要是Range 只能放文字 那回圈 这个回圈 它这个只能用数字 所以如果你用Range就不OK了 所以这里的话 那我们这一行的意思是 去B2向下追踪 到它最下面 是哪一列 的意思 所以如果用那个VBA的程式来表达的话 就是从这边追踪 点End XLDown 点Row 意思就是说 到它最下面 取得它的列 这个都是属性 这个是属性 所以呢我们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打 最好是自己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这边点一下 当然Range后面 刮虎它会自己帮你出现 点E 然后你会找到一个E 特别注意 在点之后 这个有一个绿色的 这个叫做方法 一只手拿一个文件叫属性 那所谓的方法 就是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清除 新增 修改 删除等等的 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今天是这个属性的话 就是说 你要记录 比如这个范围里面的 哪个方向 那比如End 就是它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最边界 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边界 刮虎之后 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有上下左右 我强烈建议 你可以用 那个打的时候 会有个提示 你不要自己打 那这个地方的话 选那个向下的话 XL Down 后刮虎 然后点Raw 取得它的列 这个当然不用死倍了 你大概打个几次之后就OK了 那你可以把这边的7 改成这一个 所以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或者你最好 最好是把它重新打过一遍 这样的话清除就会 这个清除的范围 它就会自动帮你改成 有没有 按下去 整个就清除了 因为我是根据它最下面同一列 帮我做清除 那启动表单 我想应该各位还记得吧 就是这个叫Home的话 就Home.show 那我们这边的话 上礼拜好像讲到就是 先签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部分呢 一定是 我想流程都标准化了 第一个怎么样 先拉一个这个外面的这个表单 有没有 那怎么样加这个表单呢 你按右键 有一个插入 制定表单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表单名称 改成什么 改成Home 所以Home部分你就是在那个属性里面的name 改 然后这个 这个叫caption 它的属性叫 就是把它打成成绩系统 然后再分别加上这个 这个是label嘛 就是标签 然后再增加那个testbox 四个 再增加一个按钮 OK 这样的话 你的界面就完成了 所以以后要做个表单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但你就做熟了 所以第一个阶段 就是把画面先拉出来 第二个什么 修改它里面的名称 那主要是修改这个叫 这个叫什么 tst01 这个叫02 03 04 那当然你这个名称 不改也可以 不过它预设的名称太长了 比如说叫什么 textbox1 如果你不改的话 你用那个名称也可以 然后最后的话就输入一些东西 它会自动帮我填进去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东西 简单的再会重点回顾一下 那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忘记了 云端上都有 可以参考一下 那今天我们接着要来看 有关那个逻辑里面还有end 那比如说像这一边 有一个逻辑就是优跟列的比较 比如说在这边有一个销售量 销售的单价跟销售金额 那这边的话有两个条件 也就是说呢 它必须是销售量必须是大于 大于20 而且呢必须大于什么 大于8万 那有两个条件 那在那个 在函数里面 然后VBA里面 当然都可以做到了 只是做法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插入函数 那一样用F来做 按确定 接下来逻辑的部分 就是一个格子 所以特别注意 有两种做法 你可以在这边 再插入其他函数 打一个什么逻辑里面的end 因为我要再加一个end 第一个就是了 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你加 好 特别是第二次用函数的话 那第一个逻辑是这一个 如果这一个 它大于20的话 第二个逻辑 逻辑2 logic2 然后呢 这个大于8万 20 OK好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己帮你 把程式打上去 那你这个时候 按确定的话 它就会自动 帮你跳回来 特别注意 这个逻辑 总共呢 这边只有用两个 最多可以用几个呢 255个 所以 我一般没有用那么多的 OK按确定 但是你按确定 它会跳出错误 为什么 因为if还没完成 所以通常我只要按确定之后 再把游标移回到if 再按下插入函数 它会把刚刚的公式 再带过来 那你可以继续 比如说如果是这两个条件呢 都为true的时候 那两个才会 两个才会是true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把那个u打上去 反之的话呢 就是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打一个u好了 反之就列 然后enter 列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 做完之后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完成这件事 然后向下填满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那当然 一般你可以用 再插入函数的方法 不过有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直接 直接干脆自己打好了 直接在这边打 and瓜糊 这个 大于20 第二个用d点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直接打个d点 然后这一个 大于 8万 那如果还有第三个 就是d点 继续往 那如果没有就刮糊 后刮糊 这样也OK 看你习惯哪一种 如果你觉得 这个公式很短的话 直接这边打一下 就可以按确定 好 那这个是 and 两个条件都要为true的时候 它才会为true 那当然一样的方法 如果你希望 把它改成VBA的话 这个是我们是什么 用那个公式的方式 但是如果假设了 下面我希望 把它产生一个什么 两个按钮 当然这个 应该不算困难 我希望按下它 自动会帮我输出 像上面这个 但是是输入到这边 但是是用按钮的方式 它一个是清除 怎么做 OK 想想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与我一下 到那儿了 那么 到那儿了 对吧 在那儿了